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禮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飢餓殺世界 那我看到其實有不少人還希望我把這個遊戲繼續做下去嘛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繼續吧 所以上次是解鎖了這個公牛殺對吧 我已經把它配裝配好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來這邊玩一下 那他的任務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說他可以解鎖這個雙計殺的部分 所以我們正常來講就是應該先把這個後面的鯊魚 反正把它給解鎖就對了 所以說我們就進來喔 我這次帶了小跟班是這個一個幽靈殺的樣子的那個東西 看起來他也會自己去追啦 會自己去追就好了 這邊馬上就有一個寶箱了 哎呀哎呀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邊一開始就是被丟到火山地區嘛對不對 然後現在有一個任務呢 是要我去找到地圖的部分 那我這個能夠去撞開更多的地方了嗎 我得去看一下 這邊有潛水夫 先吃了再說 吃就對了 吃潛水夫就對了沒錯我這邊可以撞開嗎 爆發並破壞那看來是可以的 所以可以解鎖新的區域喔 但是呢我們暫時先不去解鎖對吧 為什麼呢 以免讓自己跑的地方太大 然後其他的地方呢還沒有探索到對吧 所以我們就應該先把能吃的東西先全吃了吧 雖然我們到時候再回來的部分應該 如果說回來的話 等一下我會繼續爆發一下 先衝一下好了 先把這個先咬掉 好像隨著時間的經過吧 這邊絕對是會變得越來越危險的啊 所以我到時候把其他地方探一探再回來 會不會更危險啊 是說得也是喔 那我們還是先把這邊都先撞開好了 能撞開的地方先撞開一下喔 所以我們又來到了新的區域來啦 沒錯 只是新的區域呢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是我們也可以撞開上面那一個欸 好先不管了 這邊有一個傢伙一直在對我射 射這個魚叉該死的 先把他給吃了再說了 所以新的區域呢果然只會越來越危險而已喔 這個需要更大的鯊魚才能吃喔 那看來我這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都能吃了耶 所以那些比較大的螃蟹也能吃了 哇這也需要更大的鯊魚 我明明看起來就像是可以吃了 但是居然還不行欸 哇這個傢伙躲在這個 我不能吃的東西裡面好可怕呀 我被那個東西碰到會受到傷害 為什麼他不會呢 真是夠了 管他的 管他那麼多了 這邊很好 單趟游游開啟一次藏寶箱 我剛剛不是好像 欸我剛剛有開到一個了嗎 應該有了吧 這邊呢我們有一個另外一個地方可以進去耶 這邊是船的部分嗎 我們可以進去嗎 總而言之現在有金幣衝刺喔 先吃了再說了 有金幣衝刺的時候先上來這邊比較危險的地方 先稍微衝一下 然後把這邊全部都撞開沒有關係 這邊還原本不能吃的東西也 全部都變成可以吃了 所以趕緊先吃一下 還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就直接吃了對吧 直接哇 現在連那個炸彈都能吃啊還不錯嘛 現在無敵時間快要沒了快要沒了 加油 結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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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蠻喜歡 最喜歡就是那個無敵時間了 超爽的有沒有 所以我們來進來這個船裡面看一下好了 哇塞 所以說這個船裡面難道說會有我們那個嗎 會有我們需要找的東西在這裡面嗎 啊 居然敢咬我跟我拼了就對了 你以為你拼得過我嗎 所以這邊還有海盜耶 其實一直以來都以為說 好像只有那個外面的地圖的部分有沒有 結果也沒想到居然是有一個船的部分 我們可以進來這裡面逛的耶 還蠻好的嘛 所以一直逛到最深處會有什麼好東西嗎 這邊有東西可以吃了 所以我們找到了一個化石了 很好 果然沒錯 但是他們攻擊力也太高了吧 沒特別注意就直接被化死了耶 可以的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我的等級還沒有那麼高的關係 我還沒把它升到最高級喔 我看來沒問題 噴射背包1.0可以用了 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來了一個噴射背包 可以探索天空的奧妙 所以可以往上飛的意思嗎 我們上 我們裝備一下好了 這個噴射背包好像還蠻酷的嘛 欸等一下我怎麼點開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再點進來一下 所以地圖還沒有找到對不對 很好我們又來了 反正進來之後呢 把東西都先吃了就對了 然後可以探索天空的奧妙嘛 那我們看能不能直接飛上去之類的好了 果然可以耶 上面有一個人怎麼會在火山口啊 他是想幹嘛呀 哈哈 我們再上去一次 怎麼會有一個人在這裡啊 他在火山口這邊幹什麼 逃跑成功 你想逃跑 你以為你逃得過嗎 所以我還可以繼續噴耶 喔耶 天空的奧妙 哇 這也是一個飛天鯊魚了呀 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在外面這一邊喔 oh my god 帥耶 天啊這遊戲也太酷了吧 哈哈哈哈 所以這邊呢我們一樣可以撞壞 撞壞之後就可以再一次進來 然後把這邊的東西呢 再偷偷的都吃掉 也不用偷偷吃啊 我們明明就是光明正大在吃啊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這個噴射背包這麼帥的 oh yeah 還放大了 然後直接就吃了他們 天啊 這個是幹嘛的啊 傳送門之類的嗎 還是那是什麼 我不知道耶 反正 好像有一個是要我們吃人的吧 對吧 我們先不要管好不好 那什麼地圖什麼的 有什麼好收藏的呢 對不對 那是解鎖 解鎖的部分可能還是蠻重要的啦 哇 狂吃 有了噴射背包之後 想去哪就吃哪了 在天空的部分啦 那這些東西是 跳火圈一樣的之類的事情嗎 所以我們那邊解鎖了之後 就可以跑到這邊來了 對吧 那這個地圖呢 可以探索的地方 又變得有夠的大啦 所以後面可能要 解鎖東西變得 不是那麼的容易了是嗎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 可能會很危險的地方 先不要去了吧 這也飛得太高了一點吧 這邊是他們那個休息站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什麼 警衛嗎 海邊警衛都 難逃我的手掌心 我看到他手上拿著槍了 但是他剛剛居然沒有對我開槍耶 太炫了這個 哈哈哈哈 這個鯊魚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哈哈哈哈 這個鯊魚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噴射的背包 到底是誰幫他裝上的 而且 還出現了這個 肉比較多的人類了耶 之前好像是沒有的嘛 對不對 我們出現了肉比較多的人類了 那我們在這個海上 哇 這就需要更大的鯊魚了 所以我們這個 目前都還不算是可以呢 爽爽的吃海底吧 可是我就是在想啦 應該我們一直玩到後面的話 鯊魚雖然會越來越大 但是是不是也會出現更多更危險的東西 在海底出現呢 我覺得這可能性是不是也蠻大的 因為我是沒有玩到後面過來 是不知道現在太好了 對現在精品抽刺的話呢 趕緊了吧 能吃了先全吃一下 這邊又有一個箱子先開了吧 然後這邊不知道有什麼樣的鯊魚 我們先來吃了 這也是公牛沙嗎這個 這是我的同伴吧 欸 我怎麼突然在被傳送了一下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被傳送了耶 被逃掉了 是我的同伴 但他會咬我耶 等等 我也可以咬他呀 我還會被炸但他不會被炸 但我剛剛把他吃掉了 太好了 所以這邊到處都有會吃我的東西 我沒辦法一口就把它給吃掉 所以說 我得咬他好多次 啊這邊好多 果然很多很危險的東西啊 現在 太可怕了吧 還被逃掉 不過呢 還好有我的小跟班 會幫我這個咬東西吃喔 又找到一個化石了 這個需要更大的鯊魚 所以現在還解鎖不了更多 更多的區域啦 那還有新的化石嗎 真的是要把很多地方都跑了才行耶 所以說 光是中間這一個區域啊 剛剛解鎖出來的就很大了 我們要在這邊呢 找那些化石嗎 我不曉得化石是不是只會在新的區域喔 舊的區域不知道會不會出現喔 所以舊的區域可能也是得逛一下對吧 喔 天啊 這是鬼頭刀吧 你看就知道我是鬼頭刀 哈哈 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鬼頭刀的存在 金幣衝刺沒錯 直接撞了就對了 金幣衝刺 哇 這趕緊 哇 金幣衝刺結束剛好撞上去 就掉了不少的血 然後有一大堆朝著我射箭的傢伙了 我可能要死在這裡了嗎 我可能會死在這裡 危險 太誇張了吧 這也太多人在射我了吧 這邊也太多潛水員了吧 哈哈 我覺得我會需要加很多的血量才行耶 敢射我 先把你吃了再說了 這些好像是不會發射 但是會拿刀 太過分了一點 很好很好很好 雖然我把他吃了也是蠻過分的 就適合了 不過我也是為了生存好不好 你也是 他到底是為了生存才來這邊 還是來這邊幹嘛的啊 我是為了生存才吃東西啊 你們這些傢伙到底是來幹嘛的 我突然之間得思考這件事情啊 這樣我吃掉你就沒什麼最後感 我吃那個垃圾其實是不好的 剛好我吃掉了一個罐頭嘛 那罐頭好像吃的是對我是不好的 目前好像還沒有解鎖太多那個化石出來是嗎 啊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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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被發射 趕緊吃趕緊吃了 吃了就可以補血 還射我啊你 該死了 所以我們可能要再進來一次了嗎 我不知道 總而言之這個還是先咬了吧 咬了之後先逃掉一下 再回來 哇 喂 我以為他只會揮刀而已耶 沒想到還會發射的東西啊 那個傢伙的傷害真的太高了一點吧 那就暫時可能不能夠先來這裡面了吧 那石塊化石的部分可能 在之前的區域可能要稍微跑一下 所以我一進來先往左邊跑了 先回到原來的區域去找化石好了 好很好所以我們又再一次的進來了 沒錯又是在這一個該死 oh my god 一開始就遭受這麼大的傷害實在是不太好啊 那我發現其實說新的區域應該真的很難生存吧 那如果說回到舊的區域呢 像這邊一出來就是舊的區域對吧 舊的區域這邊會不會比較好生存的 還是說一樣就是會生出一堆可怕的傢伙都一樣的 這邊一樣鬼頭到這邊就直接全吃了就對了 哇挺好的 我感覺好像是我可以隨便吃了嗎 沒有 沒有那回事 這些鯊魚以前不存在的 搞什麼鬼 果然隨著我選了更大的鯊魚之後 這個海洋裡面只會有更多的危險而已 沒有辦法那麼爽快的吃遍這個海底 可惡啊 沒關係 能夠吃掉這些鯊魚 也是不錯的好嗎 也是不錯的 趕緊吃了 所以這邊我完成會吃掉十個海豚 剛剛這邊是海豚嗎 為什麼看起來有點不像啊 這東西是海豚 你跟我說這東西的名字叫海豚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突變種了 你知道嗎 不管那麼多 這邊 也可能會沒有化石吧 我在想啦 沒關係沒關係都跑一下吧都跑一下 順便看一下說 選了這個比較大一點的鯊魚之後 也許 有解鎖什麼新的地區雖然解鎖了 但是 也許這邊會長得比較不一樣吧 誰知道呢對吧 目前看起來這邊也還是一樣 現在有不少人類在這邊可以說直接吞了的嘛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那我吞人類呢也沒有那麼簡單啦 那現在呢 解鎖這個噴射機之後啊 這個噴射背包解鎖之後 就真的要到哪裡都很方便 以前在這上面的時候還 行動超不方便的 現在有這個噴射背包 想去拿就去拿有沒有 多好啊 所以這邊的人還是這樣可以直接就吞了 沒錯 我感覺我比他們還高科技了耶 人肉漢堡 剛剛那是什麼 不過爆發條還是 依靠我本來的體力來爆發就對了 挺好的挺好的 寶石魚再吃一下 哇這寶石魚很營養的 而且我的小跟班呢 其實也是蠻厲害的感覺喔 所以這邊 欸我再看一下 恩恩恩好可以就吃這邊吧 這小鯊魚就還敢這樣子咬我 你這麼小一隻欸 囂張什麼 哇還吃不死你 太囂張了吧這邊的 精密衝刺來了 但是附近居然沒什麼東西可以吃 搞什麼鬼 我的精密衝刺要浪費了 剛才附近居然沒東西可以吃 一道鯊魚這邊剛好被他咬一口 欸果然找到一個化石了 所以果然會在原來的區域這邊 也都有可能會有化石出現的 那我真的得到處都得跑一下啦 所以越到後面要解鎖的話 應該會越來越困難吧 感覺是這樣子啦 因為 你要跑的地圖越來越大 然後危險度感覺是越來越高的有沒有 雖然你選的鯊魚也越來越強 但是危險度也上去了呀 整體來說還是相當困難的吧 就沒那麼簡單就是了啦 很好 終於都吃掉了 好現在面臨到了一個狀況了 就是我現在的生命值 我感覺已經掉了相當的快速了 現在 哇 防護盾已摧毀 對勒我有一些防護盾在的 然後還有很多東西我吃不了 所以我不小心碰到 我可能就要掛 直接掛在這邊了 所以其實公牛沙真要說起來 使用起來的話呢 也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 好像這個海裡面 好像會更加的困難的樣子吧 其實這個最討厭的就是 我沒辦法在一次的攻擊裡面 就把這個傢伙給解決掉喔 所以 總是會給他一個反擊的機會 然後就會被他砍那麼一下 真是有夠討厭的有沒有 一定會被他砍那麼一下的 那時間再過久一點的話 他們大概就會開始全部都配備一些 那個什麼 呃 魚叉之類的 那到時候我就真的是很麻煩了 趕緊把這些東西都撞掉一下 這些人吃了趕緊先吃了 沒錯 現在是金幣衝刺 終於來到一個 金幣衝刺的時候可以吃一堆 呃 現在又沒了 哈哈實在沒辦法 這邊趕緊再多吃一些吧 NICE 就是你了 很好 哇 開始了開始 欸還沒還沒 他還沒有拿那個魚叉的樣子 還是拿著一把小刀喔 所以我是不是這個時候 應該要殺到那個裡面去比較好啊 就是那個船裡面去啊 哎呦喂 哇 想不到這邊還可以撞開啊 所以還是在這個區域裡面啊 那現在大概還是說最麻煩的就是 其實我到處在找那個什麼化石的部分啊 那現在 為什麼化石感覺超難找的啊 我已經跑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啦 但是 但是化石都還沒有出現欸 化石不是還有好多個嗎 這化石的密度現在應該還算蠻大的呀 結果化石卻很難找啊 這邊難不想還可以撞開嗎 不行啊 這邊 嗨 這個看樣子是抹香精的部分吧 欸可以咬嗎 真的假的 這個 這個傢伙怎麼搞的 這麼大一隻 卻隨便給我咬 但是我也要咬好幾下才行欸 哇成功了耶 OH MY GOD 太帥了這個 太帥了 寶石裡面走 OH YEAH OH 居然會有這麼大隻的 這傢伙到底叫什麼名字啊 看起來其實應該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了啦 他化的都怪怪的 這只是個遊戲好不好 也許他自己發明了一種魚類對吧 哈哈 畫的怪怪的已經分不太清楚了 不用在意太多 但他看起來不像是會來吃我的樣子有沒有 我可以呢 拼命的咬他 那他有什麼逃跑成功不逃跑成功的 有什麼逃掉的問題啊 他哪裡會逃啊 明明就一直待在那邊給我咬 所以這也是這遊戲蠻奇怪的一個地方喔 明明就是一個隨便給我咬的傢伙 哈哈哈哈 剛才我好像不小心吃到一個化石了 原來就在岩江火山地區這邊 有一個化石啊 好像就藏在這些夾縫裡面 所以這些 這些夾縫啊小地方什麼 都還真的是都必須要去跑一下的喔 就我剛剛又吃到一個化石了 所以現在化石的部分已經有五個了 那就還差五個囉 還差五個化石 那會在哪裡呢 很多小地方其實我都已經跑遍了唷 那原來的這一塊區域裡面 也許還有什麼地方 或者是我真的得用噴射的方式去找之類的 我直接從火山口 哈哈哈哈 我好像就是屬於岩漿有沒有 我已經被岩漿殺了 從火山口裡面噴出來 金幣衝刺太好了 又來了 NICE 玩這遊戲大概最喜歡的時刻 就是這個金幣衝刺的時候吧 無敵 無敵 我被卡住了 什麼剛才 無敵時間到了 NICE 東西都給我過 欸全吃了 這麼大一個區域裡面居然沒有更多的化石了嗎 剛剛 其實這邊好像都沒有找到過 所以我現在還有五個化石欸 說實在的 五個化石 這個傢伙是另外一個公牛殺 他就跟我一起咬囉 去死吧 我又找到一個化石了太好了 然後這邊我怎麼聽到有直升機的聲音開始 現在這個時間點直升機已經要來了嗎 我們才玩兩分鐘左右而已嗎 我又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還在那邊跳舞跳得那麼開心啊 我直接飛上去找直升 哇哈哈哈哈 嗨直升機 我能不能直接把他撞下來啊 我真的想把他撞下來 看行不行好了 但是這下面的東西一直在攻擊我啊 現在 他們會一直用魚叉插我啊 那就很不好了啊 我沒辦法一次就把他給咬掉 這點太麻煩了 欸等一下他在哪裡 我已經金幣衝刺了 給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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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飛毒的高了 哈哈哈哈 欸欸欸 我飛太高了一點 我飛太高了 直升機都沒有我飛的高了 撞死他 撞不下來了啦 現在不行了不行 我得金幣衝刺的時候對不對 憑著老命的去撞 看看你能不能把他撞下來 可惜現在已經沒有金幣衝刺了 現在 現在的話我應該是超危險的 現在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 呃 三分鐘剛過嘛 喔這邊是逆風而行什麼的 也就是說那邊我現在還鑽不過去囉 這邊我應該還過不去的 很明顯我這邊還過不去 那就是會有一個 這邊開始吧 應該這邊再稍微往右邊一點的部分 都是我去不了的地方了 他要嘛就會再需要更大的鯊魚 才能夠旁邊撞過去喔 那我現在 還有四個化石欸 唉呦太好了 我把那個海龜給吃掉了 太好了 來這個 攻擊力超高的傢伙 就必須要先解決掉才行阿 我感覺現在我很多地方都不太敢去啦 W ROS 啊這邊就是一間垃圾的部分了 撞下來阿 給我下來 給我下來 該死的 哇 有了這個噴射背包之後 超爽快的耶 那我這次稍微要從這邊進來一下 也許 喔 果然沒錯 有些化石果然是在這邊 還沒有從這邊進來過 那這邊只有一個化石嗎 剛剛目前找到了 沒有第二個了嗎 我覺得應該是很難會有第二個啦 所以果然沒錯 只有一個而已 只有一個在那邊的話就沒錯了 所以現在還有三個化石要找 所以我還可以從船底這邊下來 所以跑到了這個新的區域這邊來了耶 這邊還有一個區域在這裡啊 在這麼低的地方 OK 原來如此 所以我穿過了那艘船之後呢 又往下面 更下面來 那這邊也是之前的區域啦 說實在的 可是這邊也確實 我剛剛好像都忘了來這一個地方看了 所以就往這邊來看一下好了 看看到底還有哪一些化石 啊 可是這邊 這邊應該要來的話就早一點來喔 總覺得好像這邊也是蠻危險的一個地方啊 這邊還有這麼多的鯊魚在這邊 趕緊的吃了 這邊一定還有化石的 絕對會在這個地方出沒的 把 喔 又找到一個化石了 太好了 沒想到就在這個船底的部分啦 所以現在其實還有 還有兩個化石到底會在哪裡啊 哇 找這個化石這麼困難的來著 在這個地方終於又一個化石了 所以說這邊還有這一個小角如果我剛剛沒有來過的話 又沒有找到一個化石了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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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金幣衝刺 馬上就結束了 為什麼這麼短的來著 這個金幣衝刺這麼短我要怎麼玩下去啊 那現在的話我到底還有些什麼樣的地方還沒有去呢 大吃特吃一下 管他什麼地方還沒去的 先吃就對了我都可以噴射了 金幣衝刺我現在真的是在衝刺了好嗎 真的是在衝刺了 Yes 無敵 哎呀 無敵沒了無敵沒了 突然之間的 雖然說衝刺了一下 Oh my god 剛好被炸死了 最後一個化石終於是找到了 結果原來就在這個小地方而已嗎 大家看就是在這個小地方 這個小凹槽這一邊 太好了 所有的化石都找到了 所以我們已經解鎖了雙擊殺了 撞壞他啦 看到了沒有 沒想到 居然會有一個 這麼可怕的鯊魚 還可以去把一個直升機給撞毀了 哇哦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飢餓殺 公牛殺的部分 裝了這個噴射火箭之後真的是酷炫到不行 直升機就直接給他撞下來了 我覺得真的太酷了 那如果你們希望這個系列能夠繼續下去的話呢 就盡量在我下面留言跟我說一下吧 感謝大家收看哦 期待我們下一回再相見了 那掰掰